关闭疫情期间有邻里健身角落的使用量增加了两到三成 为了增进使用者的体验 红帽桥市政会在健身角落增添绿色功能 让他们边运动边为手机充电 但便宜市政会有意打造更多三代同堂健身角落促进家庭凝聚力 来跟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红帽桥市政会今年设立了四个增添绿色功能的健身角落 包括这个位于阳错港的全新设施 在这个健身角落 这三个运动器材都设有为手机充电的功能 只要将手机放在器材上的指定位置 然后像我这样开始运动 你在健身的当儿 器材将运动产生的动能转换为电能为手机充电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保持 在丹碧尼市政目前有27个健身角落 当中两个适合三代同堂使用 自从有了这个健身角落 三十多年来住在丹碧尼的曾耀辉 经常都会同家人来到这里运动 如果说我们单单做一个游乐场 单单给一个年龄层 这样当然如果老人家去到那边的话 他们就失去一个机会 在这个时候一起运动 如果场底可以 我们会尽量的跟机器经理人士商量 这样我们会建更多的 这种三代同堂的健身游乐场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阿尔